不久前,自然摄影师Mark Moore在上比亚南卢安瓜国家公园South Louisville National Park拍摄到了有趣的一幕。 一只小河马在岸上玩耍时,被一群想要落在他背上的鸟儿喝坏,立刻哭着飞奔回了妈妈身边。 Mark当时正在拍摄河马群。 这只河马宝宝突然冲了上来。 他这才拍摄到了这珍贵的画面。 当时鸟儿们想要停在小河马背上。 他却被喝坏,不断扭动身体想要把鸟儿甩开。 见没有效果后彻底崩溃。 只能回去找妈妈。 其实这种被称为啄牛鸟的鸟儿不会伤害小河马。 鸟儿还能给河马提供雏虫服务。 两者互惠互利,河马皮肤变干净,鸟儿也能够逆食。 不过显然,河马妈妈还没来得及把这些知识交给孩子。 过一段时间,等小河马适应了鸟群的存在。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惊慌失措了。 他哭着回去找妈妈的模样太可爱。 被欺负后找妈妈。 原来不仅仅是人类小朋友的学技啊。